Hello 大家好 最近就懶了沒有怎樣拍片 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件產品給我的客人 或者新娘子 有很多客人都會問 我眼袋比較浮腫 或者我有苦紋 我有些細紋 可不可以化妝解決到呢? 其實呢 都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化妝真的不可以100%去解決了你剛才這堆問題 我都會建議客人在紫身上解決 因為化妝我們最多都可以解決到顏色上的問題 一些粒突 特立體的東西其實我們無法解決 所以今天我也想介紹一件產品給大家 是否一些例如解決細紋 眼袋浮腫的問題一定要去美容亂做呢?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現在科技已經非常發達了 所以一些關於美容院才能做到的美容療程 其實已經發展到家裡都可以安全去進行 其實它是一部RF的射頻機 它已經得到安全影響 可以安全地在家裡自己做RF射頻 其實它的結構是非常簡單 沒什麼按鈕一定會用的 這裡有一個插鬚的位置 過電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開關鍵 然後就沒有按鈕 開了按鈕之後 就會看到裡面有綠色 前面就會有四顆圓珠 還有一個射頻的輸送器 這樣 只要這個接觸皮膚表面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始可以運作了 用的方法很簡單 只是不停滾 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好 待會我會示範這部機器 如何使用給你們看 另外 跟這部機器 就會有兩瓶不同的Gel 跟著的 為什麼呢 其實做RF射頻機的時候 就要配合一種Gel去做一個導入的動作 不可以乾真真地滾 也不可以說我濕水滾不可以 或者用我普通的Cream滾不可以 那就不太安全了 所以跟著原本一套 就會有一個導入的Gel 還有一個Morcel Riser的Cream 做完這個導入之後 就幫你去做一個保濕的動作 我開始示範這個RF導入機 怎樣用了 等大家已經插了一條線 進去的機器的時候 按住了按鈕之後 就會看到它有一個綠燈 這裡有一個綠燈 其實這部機器的用法很簡單 只要把它放在面上滾 滾直到這裡出現一顆橙色燈的時候 就代表它已經達到它最好的效果 這個溫度對它來說是最好的 而它輸出的引力 就是你吸收到最多的時候 但是第一次用的時候 就可能很多人都會發現 為什麼我滾來滾去 都是只有綠色燈 從來都沒有做過橙色燈 我滾了很久了 那怎樣可以使用最短時間 達到最好的效果 我今天就會告訴大家 首先大家先清潔這個頭 然後面也要乾淨 我通常會滾到它有一個溫度 然後才放在上面 令到不用在面上摩擦這麼久 才達到橙色燈的效果 所以在放在上面之前 我會先塗上這個 gel 這個 gel 其實它的 gel也挺黏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對 其實它也挺黏的 而且它也挺流質的 通常我都會用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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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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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現在已經有些膠在這裡 在滾上面之前,確保我剛才已經洗乾淨的手 乾淨的,我會在我自己的手上 先進行按摩 按摩,不是按摩我的手,是按摩部機 我想它WARM UP 我不想它保持綠色燈 我想它快一點點會有橙色燈 不用有面膜摩擦那麼久 它一直滾,會慢慢感覺到 掌心會有點熱 不需要滾到它去到橙色燈 才放上面 只要想那四粒的圓珠 會有一些溫度 就可以放上面 大概我會滾半分鐘左右 半分鐘左右,其實那個鋼珠 已經會有一定的溫度 慢慢放上面 試一試,會不會太熱呢 原來也不會,你可以慢慢開始滾 在滾的時候 你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滾這個,不可以說 我不斷滾滾,可以嗎 其實就最好不好了 最好呢 就在一小撮的空間 例如我這個位 慢慢滾 原理如何產生橙色燈呢 就是要你那一撮皮膚達到適當的溫度 好,慢慢來 我這裡的皮膚已經開始有些溫度 我自己都感覺到很熱 慢慢滾的時候 自己要留意一下 眼眉手下,看看有沒有橙色燈 開始看到這裡有一個橙色 開始閃閃閃閃 其實它就告訴你 原來你這個位置已經達到這個溫度 是正確的 直到你滾多一會 那它橙色燈現在是它的射分最好的時候 好,滾多一會 然後呢 好,向上移 通常呢 那個動作呢 我都會慢慢向上移的 因為 做收緊 那你見到呢 向上移呢 其實它那個橙色燈 已經沒有了 那就是你那一撮皮膚 其實未達到這個溫度 那 又要慢慢滾 滾到呢 那就是它這樣上移呢 哦,原來 又 已經達到它溫度 又會變成橙色燈 那那個時候呢 也是 效果最好的時候 對 那現在開始 看到它橙色燈都開始閃了 即是說呢 它這個地方 這一塊皮膚 已經開始 達到它理想的溫度 好,直到它已經不再閃了 是完全橙色的時候呢 按摩多一會兒 亦都可以再移 移位去其他地方 那變成不用說 不愛它的皮膚 摩拆很久 它才達到橙色燈了 那 這個叫快點的效果 那 我都會建議大家 都在那個位置 滾多一會兒 但是記得不要停留 不要停留太久 因為其實呢 這個位置 會有一些熱力的 那它的熱力呢 是會 會燃到你的 所以呢 你要保持住 一定要保持住 那這個位置差不多了 那你就再 記得不要長期停留 哦 如果覺得太熱的話 其實呢 這一部機 它只有感應過熱 它就會關掉了 那所以不用擔心 會不會很危險 啊 辣了之類 那剛剛按完之後呢 你會看到呢 這裡會有一點點 暖暖的 的摸下去 那其實呢 就很正常的 因為呢 你始終都會跟它做完一些按摩 或者一些摩擦 所以呢 紅是很正常的 那當你做完這個導入之後呢 去洗臉 洗乾淨面 塗回它的Monsterizer 那個cream之後呢 就可以上妝 或者是休息等等 都可以的 那但是呢 始終呢 這些美容儀器呢 都是要長久去做的 那基本上它建議你呢 就第一個禮拜做呢 都是兩到三次左右 一個禮拜 那 保持著你做六個星期 會有明顯的功效的 那其實第一次做完呢 你都會有一個感覺 嗯 都會有一個提升 拉緊了的感覺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世民 就建議你真的做 就是 遲之而恆 做久一點 做幾個禮拜 你看它的效果 其實都OK的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 對這件事的了解深一點 或者是 可以試一下在家裏做一些家用的美容 希望幫到大家啦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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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